嘿大家好,我成厚 那這一次來玩個瑟斐斯啊 瑟斐斯他在這一次的改版裡面算是 好評蠻多的 所以呢我們這一次就來拍個瑟斐斯吧 那一開始我們先來這裡蹲草 我走的是魔龍路啊,因為我們的射手是拿來打野的 那魔龍路剛剛看是沒有人走啊 那很顯然的我這一次呢 瑟斐斯他基本上是走一個凱撒路 但是滿法沒有人走魔龍路啊 只要我來走魔龍路 直接就是一個一挑二啊 那對方是菲尼克再加上 愚人 好那這裡呢我來稍微講一下 用瑟斐斯你要怎麼一手二啊 前提就是 因為 我們的瑟斐斯他是有這個位移技能嘛 所以其實你可以是稍微走一走 那像這時候兵線推到塔內的時候 對方的射手呢 按耐不住啊 不安分手擠啊 想要過來射你的塔 你就不用客氣喔 直接過去戳他喔 讓他給他一點警惕啊 那我這裡呢其實稍微有點太深入了喔 那我們的 這菲尼克 只能說啊 就是命啊 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啊 其實菲尼克是不會死的喔 但是我身上有 對方菲尼克的印記 所以剛好走到旁邊 直接引爆 帶著一個引爆服的一個 瑟斐斯啊 根本就是一個 人肉炸彈喔 那先跟他打個 Sorry囉 因為 對他那條命真的是 死於非命啊 那我們繼續再回來這裡 一手二 那其實瑟斐斯的二技清兵也算是還可以不錯快喔 那這裡呢 成功的 一直守住喔 那 那菲尼克呢如果他使用一技打到你的話呢 千萬就不要再繼續跟他打囉 那這裡 我大招已經好了 那我想要來 跳跳看 能跳到什麼東西 反正想跳一下他們蝴蝶 但是算了喔 還是跳龍比較重要啊 跳進去之後呢 來二技 斬殺 然後 剩下他們剩下兩隻喔 那但是 血量還是比我多啊 那我還是盡量就是跑掉了 趕快來 那他蝴蝶直接叫閃現進來喔 還好他的那個蝶影穿花是沒有碰到我 不然我可能就糟了 那這一次呢 這一跳呢 價值連城啊 直接把他們的龍給搶掉 那瑟斐斯呢 他的 這一次的改動 更動啊 就是他的CD值 啊不是CD值啊 就是他的技能的CD呢 都很明顯的 簡短喔 非常有感喔 幾乎就是 到後期你想搓誰就搓誰 想跳誰就跳誰 想刺誰就刺誰啊 所以這次 瑟斐斯呢 被改版成這樣啊 好評不斷啊 蠻多人說是蠻強的喔 但是 呃 還是比較少看到瑟斐斯出現在檯面上 因為什麼 因為愛里最近太夯了 愛里太兇猛了 那愛里呢 現在幾乎已經是凱撒路的 擠 擠進凱撒路的熱門人選了 那 這裡呢 菲尼克有個位移技能嘛 所以就稍微就是 跳一下跳一下 讓他先知道說 欸 此處有惡犬啊 不要太靠近我喔 那 對方的菲尼克呢 是一個 就是 怎麼講 呃 唉唷 他們的 幫手來了喔 其實菲尼克打野 我覺得 跟趙雲比起來 還是 菲尼克比較適合 因為他搶經濟的速度比較快啊 那但是對方呢 是用 趙雲來打野 那我這裡呢 先 進去一跳 先不知道運到 跳到幾隻啊 不過 呃 在我感覺起來是非常多隻喔 那靠近這蝴蝶直接個斬殺收掉 那先躲一下草 那稍微跑一下 讓那個漁人的技能呢 漁人這個增生啊 趕快的消除喔 那 我們的菲尼克啊 居然是直接的 過來想要幫我喔 但是 很危險啊 因為他血太慘了喔 對方的趙雲呢 直接開一個暴走啊 一個龍王之怒衝過來 他可能就要掛了喔 馬上就變成一坨 狐狸屍體的倒在那邊喔 那這時候呢 龍又出了啦 希望他們還沒有開始搶龍喔 那對方的中路是這個普雷塔 還有下路是 克里希 那很明顯看到他們應該已經在搶龍了 因為我已經看到菲尼克的身影 那稍微下來看一下 哎呦 居然是躲在草裡啊 嚇我一跳啊 那我趕快先把上路的兵清掉 那記得呢 大家如果要打團戰之前 先要把自己的兵線給整理好喔 因為這樣的話呢 比如說假設啊 因為這等於是個保險啦 假設你們團戰不小心輸了 才不會導致說 兵線太靠近你們這裡 然後又被推掉一塔喔 那如果呢 團戰開啟前 你先把兵線推過去 那在打團戰的時候呢 對方呢就會打得比較 心不在焉的喔 因為他們要顧慮到自己的 的那個兵線啦 那這裡呢 很不幸啦 哇我已經把兵線推出去了 但是兵線又回來了喔 而且呢還被 這個推塔神器菲尼克給 給搞掉啊 那菲尼克已經在打龍喔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原來是我們的人在打龍啊 很OK的 來我們搶到 第二條魔龍 那上路呢 我們就給菲尼克去發育 那一點小經濟 我就不跟他搶啦 那這裡稍微的蹲一下草 我們來蹲一下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好獵物經過呢 哇直接就是蹲到一條龍喔 一個騎士在搭配他的寵物喔 那一個進場來開個斬殺收掉 那這裡呢 我的血量呢 有點在 降低了喔 我先稍微退一下 走一下草呢 我們再回來上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做什麼事喔 那趙倫的血滿滿的 我還是先不要跟他去 呃硬打 那這裡呢 我們克里希上來幫忙囉 所以是一個三打二的局面 那希望我們蝴蝶撐得住 我們的 狐狸撐得住啊 那進來一跳他 OK 再收掉對方的狐狸 那這個時候呢 哎唷他們的克里希又來了 那我稍微的想要先清一下兵 但是 哎唷克里希直接一個閃現啦 哇操 想要幹嘛 但是我這裡呢 我的 技能呢 的那個魔力是 剛剛是幾乎是快沒有的喔 所以我只有一次逃跑的時間啦 我一定要好好勝選啦 選錯了我可能就要掛了喔 那對方的蝴蝶呢 這個閃現也是 交得非常的果斷啦 就覺得說好像一定會殺掉我喔 那 sorry囉 這個閃現呢 我跟你講就是白礁啦 好不好 不是礁水 是白礁啦 那這裡直接跳進去 把他們的塔給弄掉 那 他們的漁人呢 一個 一個漁級跳牆喔 直接開啟大招啊 那好像也收掉了嗎 一隻喔 那我剛剛其實只想 看那個塔不順眼而已啊 想要收掉那個塔 那這裡的血有點殘 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還能不能有所作為喔 哇一群人 在這裡喔 那我進場了 只跳到他們的菲尼克啊 唉唷 那躲一下他們的這個 普雷塔的招式喔 那我看一下他們跳一下 哎唷 又沒跳到啊 哇我這個 這個大招 我可能要回去好好練一下 因為 馬洛斯用太習慣喔 都覺得那個大招範圍很大 突然叫我用這個 圈圈馬上就給我變這麼小 真的是讓我有點 使用的 措手不及啊 要瞄準的時候 就很像是你平常這樣步槍啊 就突然變成狙擊槍喔 要更瞄準 精準一點啊 好的那 那這一條魔龍又出囉 那我們的愛里呢 在下路好像遇到他們的這一局 不過他們的 罩雲應該是跑走了喔 那這裡呢 往上走這裡 然後看到 欸 蝴蝶剛好 又跳了 那我開啟 斬殺居然沒有收掉他喔 不過最後還是 還是把他的這個 蝴蝶頭 給拔下來啊 那看到他們漁人開蛋呢 就是盡量的 往後跑 拖他們漁人的時間啊 能不要硬碰硬就不要硬碰硬啦 因為呢假設你們一直在跟漁人打 那好 當漁人的 的這個 增生呢沒有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只是打掉他的護盾 然後再加上 呃本來的 血的一點點喔 所以呢這樣其實是很不划算的啊 那當然就等到他變回來說 再繼續跟他打 如果能退的話就不要硬打 那這裡呢這一波會戰呢 我們是處理的不錯啊 直接把他們給 全部都A死了 那這裡呢 那個兵線 我們是有點過來喔 記得喔 再會 就是 呃體驗過 殺敵人 獵人頭的 粗草這個 呃快感之類的 還是要顧一下我們的兵線啊 那兵線呢都已經有點推到我們這裡了 那兵線呢就是錢嘛 就是經驗 來你把這個兵線吃一吃呢 就能有更好的裝備啊 那人要衣裝啊 佛要金裝啊 我們的裝備呢也是非常講究的喔 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公慾 欸 公慾 預期善 必先立期氣 好像是這樣吧 應該是有錯啦 但是差不多就是這個意思啦好不好 就是要把你的武器準備好啊 那有錢呢才能夠把這個武器呢 給調到最好了 那這裡看他們普雷塔一直發射這個 這個 集氣的這個 龍之吐息喔 那 很明顯就已經曝露說他在那邊啦 那我們這裡呢稍微再蹲一下 上路的兵線好像有點推過來了 我就是真的玩這個遊戲啊 就看那個兵線很不爽 一靠過我們這裡我就想要去推那個兵線 已經呈現一個強迫症的狀態了 那這裡看到他們對方趙雲 啊 想吃虹 那還是被他吃掉啦 可惡 那這裡呢我身上是有 含星權杖 含雙護甲 含雙髮袍啊 sorry 一時想不起來 所以呢我的普攻呢 使用技能之後的普攻都是有這個 範圍性的緩速喔 那這裡呢再跳一下把他們的狐狸給收掉 那 轉戰這個中塔 那冰剛好到 直接就是來把他們的中塔給推掉喔 那他們現在呢 剩下 三隻 直接跳到三隻喔 但是跳一個就趕快出來啊 嚇嚇他們就好了 達到這個 威嚇就好 那這裡呢我們先 先回去一下喔 因為 可能 等一下呢 就有一波會戰 來把自己的狀態調整到最好 其實我剛是想吃凱撒啊 不過看到對方的人都復活了 這個時機來吃凱撒 其實有點不太好 那這裡呢看到他們中路 有兩三隻喔 然後他們的狐狸呢 去清上路的兵線 那我們就來把他下路的兵線 給推上去 那我方的人呢 全部都跑去吃魔龍了喔 那這裡 我們 就是 其實你在打的時候 就要常常的不斷的分析說 對方的人在哪 像現在中路三隻嘛 那下路呢 應該是有一隻在清兵線喔 所以呢 就表示說呢 你們在上路行動呢 是比較安全一點 那我們的 他們的人 哇他們的人都已經聚集在上路喔 不過看到兵線呢有點過來啊 趕快先把這兵線推一下 以免呢我們打完 會戰之後呢 打了場會戰贏了嘛 但是卻沒有個 呃兵線可以幫我們推塔 那我這裡 我的我的這個血啊 哇掉的好快啊 哇發生什麼事啊 我要跑啊 但是又被對方的蝴蝶給擊飛了喔 那我們這蝴蝶呢也是極限殘血啊 那在上路這裡的 艾里呢 好像一個人show time喔 一個艾里秀啊 把對方秀的都跪了喔 全部都掛掉了喔 那搭配這一波兵線 應該他們這個run呢 是GG了喔 那哇 我們的蝴蝶 很不小心的被塔給殺掉了 那不過沒關係啦 對方也是投降認輸 那這場比賽呢 就這樣結束囉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呢 歡迎訂閱我 那就先這樣囉 掰